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就是走在美国最大的沙漠 莫哈维沙漠 你看远处都是白的 这外面的温度能达到 你说是摄氏还是华氏啊 60到70是吗 摄氏啊 摄氏60到70 那真可以煮鸡蛋了 是啊 太热了吧 对啊 为什么要死亡骨头 一路上说是沙漠 但是我以为沙漠啊 那都是一片黄色 但是实际上你看这沙漠上点点点点都是绿色 这个是骆驼草 你以为是自然生长的吗 实际上是美国人治理沙漠 用了很多年人工培植出来的 这个风啊 把种子撒的到处都是 这样它这个土壤就不会流失啊 这个沙漠的这个土壤就固化 而且我还听人说呀 好像在这个美国的许多沙漠表面呢 它为了不会这个废土壤长啊 刷全爆啊 还有这个撒了一层固体的颗粒 就飞机撒的固体颗粒 所以老美这方面你不能不佩服它 它用的这个办法啊 你看咱们一说治理沙漠啊 咱们想的是国家啊 政府中央要怎么样了 但是你看美国它毕竟是一个无数个个人组成的国家 它很多事啊 它制定个法律 你比如当年它制定一个什么法律呢 就是任何公民你只要在你的这个土地上 只要过种40亩的树 40英亩 40英亩的树 而且能让这个树啊 成活10年以上 你就可以得到160英亩的联邦土地 而且你得到这个土地之后呢 要是你在这个土地上啊 建这个灌溉 建水利工程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25美分的价格 每英亩25美分的价格买这个土地 所以你看它就是用这个法规啊 它鼓励个人 实际上就做了一个沙漠治理的工作 因为他们当年也是吃这个亏啊 好像说是1919三几年的时候 一场这个美国西部啊 一场这个沙尘暴啊 卷起说是把3亿的3亿多吨的那个土啊 卷到了大西洋 当时很多十几万农民都都逃离这个地方 都是流离失所过不下去啊 所以美国也就开始重视这种事情 所以多年以来你看我们走在这个路上 这么大的风呼呼的这么大的风 你看你感觉不到有什么沙尘卷起来 这就是他们做的工作啊 把这个沙漠治理的比较老实一点 我觉得作为从沙尘暴的之地北京来的人啊 看到这种情况也觉得应该向美国人民学习学习 这个莫哈贝沙漠它得有五六万平方公里那么大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沙漠明珠 什么明珠啊 拉斯维加斯明珠亮瞎堵徒的眼 现在已经进到拉斯维加斯市里面了哈 他们说白天像30岁的姑娘 晚上像18岁的小姑娘 哈哈 说拉斯维加斯 对 晚上夜整非常漂亮 白天像30岁的姑娘 对 晚上像189岁的小姑娘 哎呦 那当然 要是看18岁的是吧 不是我们河北画家 白天看好啊 晚上去找啊 嗯 真是 草原 刚才我们转的地方是拉斯维加斯 其中一个天幕啊天街 看着灯红酒绿了 实际是群魔乱舞 你觉得像不像这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啊 我看像是三四十岁的荡妇 这个整个充满着一种这个放荡的气息啊 这个我觉得拉斯维加斯啊 白天这么看 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金碧辉煌 比起咱们中国现在很多地方那个虚假繁荣啊 我觉得甚至拉斯维加斯都显得有点朴素 但是到了晚上到了那条街 你就发现呢气氛还是不一样 哪怕建筑有些老旧 但是呢这个霓虹灯下啊 这个音乐声中人的气场啊完全不一样 你像我在这观察两个特点 一个特点呢酒店就是赌场 赌场就是酒店住哪就赌哪 我们今天这个住酒店半天找不着前台 他整个一楼的这个大堂啊 就是赌场 无数台这个老虎鸡赌台 你从这些赌台里绕来绕去 绕出一条人缝了 才找着酒店的前台 所以晚上睡不着觉 下来一边抽烟一边喝酒一边都能赌 酒店像赌场一样啊酒店就是赌场 再一个特点呢是没什么人穿衣服 我这白天就看见好多人呢这个光这个膀子 而且呢他们这种翘臀大肚的大屁股的 好家伙这个穿那个比基尼啊小三角裤 那你就跟裸体在街上游行 没什么两样啊 你看晚上还有这个不穿衣服 在街上收钱照相的 有的那个是体型好的 你看那小姑娘 按说她这应该是也不准露蟹啊 我这么一看就我觉得小姑娘露的两个胸呢 我仔细一看呢 奶头没有奶头 奶头这是平的 我觉得她大概是有的某种乳贴一样的东西 反正她没露点 可是你看这穿的这个哎 你还看见一个老头白胡子老头 这肉都都这个一条一摞一摞的了老头 但是呢老头也是一摞体 但是我仔细一看呢 他是带了一个肉色的一个小背袋 恰恰的一个小布兜 把老头这小弟弟给兜起来 但老头就不是小弟弟 老头老弟弟了 就这么兜住 也是收钱跟人照相 这个内华达州啊 嫖娼据说是合法 但是单单拉斯维加斯 其实法律上来讲啊 这个卖淫嫖娼是非法的 只不过听说执法不严啊 但是这个我考考察了一下 最早啊 就是百年之前这个地方刚刚开布的时候啊 是有赌有黄 就是有有嫖也有赌 但是呢后来准备这个发展开发这个地方 据说你看啊 赌场啊很多大老板他愿意投资建这种皇宫啊金碧辉煌的 可是呢你要说是这个嫖啊 他五本万利他不需要投入就能挣钱 所以本身呢 这个这些大老板就怕这个色情业反而妨碍了他这个赌博业的收入 所以呢就把这个色情啊 从拉斯维加斯啊 卖淫给赶出去 这是一种说法 不过另一种说法是说啊 其实恐怕主要是考虑到治安 治安你说已经有赌了啊 他必须保证这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啊 据说早年间啊这个甚至到现在啊 就是你中了大奖的一个人 两个警察可以保证把你安全一路送回到家 不管你那个住哪 这是一个传说 但是他要保证安全 所以呢这个皇可能啊 这个对他的安全又有一些干扰 反正在拉斯维加斯来说法律上这个嫖是不合法的 我不是要嫖的啊 我是对这个有所联想 所以我是感觉到这个地方 但是很有这个气氛啊 你看刚才在这个天街啊 那个地方 你能感觉到这种热情 你可别忘了 这里的确是热情的沙漠啊 拉斯维加斯确实是沙漠里的一把火 我想起那个歌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空中的浙漠吧 放入了 exact複里的沙漠 我为什么拍这个 我是想看看 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 我一路上见到 好些这种美国的卡车 我觉得它这个头 大家觉得像什么头 我觉得像狗头 所以我说这是美国的狗头卡车 好像狗头啊 不觉得吗 俩狗头在这儿过得这样 咕噜咕噜的 下车待一会儿 看着太阳这么强烈 实际好舒服啊 这个风啊 很爽啊 风吹起来 这个地方它干啊 干爽 美国就是一个 大荒原 风吹的 很舒服 看看 刚才还没看到白云呢 现在都有了白云了 瞧瞧 嗯 老头晒太阳 越晒越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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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